为什么要看 типины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吐娘頻道 我是吐吐 冰 我們要去做健檢了 生了那個宅宅之後 我覺得對我們 身體健康的在乎度 當然是會更緊経 因為你會想說 天啊 我都有一個小宅宅要出生了 我總是要確保我死 呃 這是一個大白話喔 還有一根幼宅要養 不能死 所以就是兩個人都抓去健檢這樣子 其實我們之前還在上班的時候 其實也都會固定健檢 我還記得那時候 剛出社會第一次跟公司見檢的時候 看到那個見檢的紅字報告 剛剛那個我就嚇到不行 就立刻去看耳鼻喉科 然後報告的當下 我就馬上抓著哥哥姊姊們問說你們有嗎 然後他們都會一派輕鬆說 這個紅字其實不去看也不會有事 但如果你真的很擔心去看 但就我的經驗來說 沒事 但我還是去看了 總之呢我們上次見檢離現在已經有點久了 三年後我們現在又要來見檢了 我們這一次呢在核心做這個見檢 核心就是會給你一盒 一人都有一盒 裡面就有很多文件 文件就會是你這一次要做的見檢的項目 有大腸鏡檢查 腸胃檢查 胸部跟那種就是基本的檢查 大腸鏡呢比較麻煩 第一個它要舒眠麻醉 第二個就是因為它為了要內視鏡去看你的大腸狀況 所以它必須要有一個低渣飲食 吃起來會有渣的東西什麼豆類啦 蔬菜類啦 磨碎機 把它磨碎會很多渣的那種東西 都不太行 綠燈區就是建議吃的東西有什麼 白飯就是青粥 不要在那邊加很多小菜 青粥小菜 然後夾一堆菜 吃菜好健康喔 通常都不行喔 直接吃白洗衣飯 然後白麵條 白吐司 白饅頭 沒有什麼味道 沒有料的 不要跟我說吃那個茶碗蒸裡面一堆什麼 海鮮啊 對不行 肉鬆是可以的 然後魚肉也可以 就是要去皮的 那不能吃的就是鮮奶 豆漿 乳製品 豆腐這種豆製品 蔬菜水果不行 而且要避免高油 有皮有筋的東西 蔬菜麥片 高鮮飲食都不行 都要避開 你知道這有多痛苦嗎 但是我跟你說 核心它這一殼裡面 除了那個 我剛剛說的清腸劑之外 它有說 檢查前一天 你就吃它的代餐包 就好像有準備給你吃 欸我跟你說 其實我做大腸鏡檢查 至少三四次了喔 從來沒有一個健檢中心 給我代餐包 這是什麼 我好意外喔 雞肉粥 鮭魚粥 馬鈴薯 燉肉 蛋粥 都有好不好 最喜歡的清腸劑 我代餐還是很好 就是你不用擔心說 你吃的東西會不符合 不符合會有一個困擾 如果你腸子 要是沒有被清乾淨的話 你這次的測試 就等於是白做了 醫院可能會跟你說 可能要再喝一次 我們要再回來重新做一次 所以我覺得也不要那樣 還是準確一點 不要徒勞無垢 看一下 大概就長這樣 好餓喔 好餓喔 欸 我真的是 你不要真的 好像我之前有分你過人的食物 從來沒有好不好 而且我已經 都沒有東西吃了 你還跟我搶 我要是餓死了 誰來幫你產大便呢 誰來摸你對不對 等等吃完這一個 6點的時候 就要直接吃些藥了 祝我們好運 祝小狼好運 謝謝你給我做的料理喔 也沒什麼就是加熱而已 好了我們現在要進行 寶可忌散忌的飲用 痛苦的回憶莉莉在目欸 但你不覺得好處是 它可以喝汽水嗎 我不覺得 因為等一下那個汽水 變得很難喝 很像那個 Noblitor跑去喝那個什麼水 所以你要水還是要汽水 還是要汽水 健檢中心給的杯子 直接量好了 每半個小時要開始喝 251的水 5到8杯 所以這個就是讓你知道說 你要喝多少水 敬健康 敬拉肚子吧 你知道我現在在演什麼電影 你去唱廁所之後我就開始 你這包藥可大包了 敬拉肚子 舉杯 敬拉肚子 You go first 你覺得這樣搭配怎麼樣 很酸 想像我在喝可樂 但是比較酸的可樂 檸檬可樂 又酸又想吐 三個小時之後 就會開始想要排便了 每30分鐘 會叮嚀你喝一杯水的 我要開始來設定那個鬧鐘了 最近有昨天那一碗的 精心動作料 什麼 還有今天早上 我覺得我們的狀態不是非常的好 我覺得那個清腸劑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有問題的是今天早上 因為做大腸精檢查 要說明天麻醉 我會建議我們自己開車前往 我們兩個人就是都要檢查 所以我們就是叫了Uber 然後今天Uber呢 整路讓我非常的不舒服 抵達的狀態非常的微微 我頭好痛喔 然後我就是也被那一趟 來的旅途中 我也很想吐 慘到不能再慘了 昨天那一波拉肚子感覺如何 我還好欸 我覺得提前一天低渣飲食 拉的就不會那麼慘 這兩個都讓我很掙扎 一個是你前一天才低渣到無渣 真的是整個晚上都很多次 可是如果你提前一天低渣飲食 我覺得狀況就好非常多 但是就是因為吃不了東西 感到非常的憂鬱 很憂鬱 我真的很憂鬱 而且我們整個飲食控制了三天 我簡直發瘋欸 而且你知道我覺得人就是這樣 當你不能吃什麼的時候 就特別想吃什麼 總之 我們已經抵達這裡了 對 我們在核心的健健中心 這裡還蠻漂亮的欸 等一下拍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很漂亮 我第一次來 9點就報導 他說要檢查到4點 走到哪就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檢查了哪些項目這樣子 現在等手環應該可以陸陸續續開始做檢查了這樣 我們已經到了我們的更衣間 很寬敞吧 就是在這裡 這個地方可以換衣服 然後它還有那個吃烏龜 我是2號 來測試一下 不是安全 這個是廁所 因為健檢通常都要收集尿液 所以你就是在這個空間換衣服 它會附給你這些 你等一下可能會用到的小東西 空氣濕度味道 都很OK 所以我給這個空間滿分 耶 我們換完衣服了 我終於有一次來健檢 穿的衣服是 合身的 而且你看它的褲子 你好像千尋喔 而且你知道嗎 因為它裡面都不能穿的衣 然後我覺得它的衣服啊 它有做一點雙層 所以不會讓你就是很透這樣子 它還有附給你一個小毛毯 因為有點冷 你運用的非常的好 你用感覺到真的很冷 走吧我們出去吧 第一站X光檢查室 這是一個胸部X光 我等一下要跟著跑出來了 吸氣 吸飽 鼻氣喔 好可以呼吸 請稍等一下 我確認一下你一下 我們可以放開膽子了 等一下聽到耳罩內的聲音 不管哪一隻耳朵大小聲 只要有聲音 你覺得是聲音 就請你幫我按下這個鈕 好嘍 我們檢查結束囉 變色力的部分喔 還有先麻煩您 先幫我看一下前面這個 是6 5 15 6 好 我們變色力正常喔 那我們等一下帶點眼鏡 做矯正的視力就可以囉 前面有一個C的圖案 它有上下左右 左邊右邊的寫上跟寫下 等一下要麻煩您跟我講 缺口方向是哪一邊 麻煩您先幫我遮右邊的眼睛 我這個 近視眼睛其實沒有配得很 左 右上 好 左 耶 不知道 眼睛閉閉在下 大概是0.6 另一面 左 右上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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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一個圈 不知道 一個圈 不知道 有 真的嗎 右 那我們剛剛視力大概0.5而已喔 好 那我先進去結束囉 謝謝 你知道我剛剛視力超差的 你視力很差 我以為你說聽力很差 我覺得我聽力應該蠻好的 喔 是喔 那我們等一下先幫你測個變色力 你幫我看一下螢幕上的數字囉 我真的是完蛋了 97 12 啊 好 那麼變色力沒有問題 先要換視力 等一下如果你怕眼睛起誤會 你想可以先把口罩往下拉 沒關係 啊他剛剛沒有跟我講這個話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給他去口後發種方向 從哪讓我知道就可以了 這個看得到嗎 哈 嗨呀嗨呀 不是我這個度數沒有配得非常 你跟我講一模一樣 這個 近視眼鏡其實沒有配得很 我們循序見進 這個 也太大了吧 這個呢 左邊 好 這個呢 下面 這一個 上面 那這個呢 下面 這一個 右邊 這個可以嗎 左邊 那這個呢 下面 這一個 下面 這個呢 右邊 好 那我們左眼是0.9 很好耶 我們來換眼視眼鏡 不是我跟你說 這個有點奇怪的地方是 我好像某一個缺角都看得比較清楚 你正的上下只會看得清楚 可是斜的你看不到 原來是有斜的喔 有有斜的 怎麼可能我想說那個到底是左邊還是下面 而且我剛剛不知道 然後要是我知道有斜的我就會講斜的 那我們換這個左眼囉 這個叫做左上 這個呢 右上 那這個呢 這個是右上 這個 左下 這個呢 欸 左邊 左邊 這個呢 所以剛剛那是左下是不是 看到上面 喔真的假的 這個才是左邊 然後這個可以嗎 這個不行 這個可以嗎 這個呢 還是蠻慘的 那你右眼稍微弱一點 是0.5 知道左上左下 你會比較厲害啊 我都等這一句而已 錄完了沒有解釋的餘地 好了他已經準備要去做大腸鏡了 剛喝了胃乳 也做專完畢 準備送你出發 沒有啦 我要現在自己做一些其他的檢查 躺著就好了 真好 在一陣濃露之中 胃筋跟大腸鏡就做完了 再三年沒檢查 我覺得身體有這樣 畢竟問題齁 像我剛剛就檢查到脂肪肝 2 9 30 就有做的全身性的簡潔 到現在才三年 一對小問題 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樣子 等你做完超級不肯吃飯的公司 但因為我胃部的心肉 要化炎 等一下的餐點 又被換成第一張飲食 我現在要開始更低落了 今天中午的餐廳有特別為您準備 日後的話就是請您吃蛋的飲食 然後細膠麥麵三天 還是不錯啊 看起來 或者有青菜 有蛋嗎 看起來好像真的很多耶 沒事啦 小郎 這裡的用餐空間挺不錯的 這裡有超多這種裝置藝術的 整個空間感是非常的舒適 吃飯吧 那我先跟你講一下 你的檢查報道的部分 我們初步先看 這裡是脊椎 稍稍有一點點歪歪的 膚似很明顯 大部分的人 會脊椎側彎 就跟姿勢有關 那翹腳是其中一個問題啦 那這裡是心臟 心臟大小OK 左邊 右邊的肺部 肺部本身有血管 像這個啊 是肚子裡面腸直的空氣 因為我們做檢查已經清腸了 裡面空空的 有時候空氣都很明顯 呼呼殘波 脂肪肝 血管流 腎臟的水套 概化 這些東西都是追蹤就好 就不用特別做什麼處理 對 那個 這裡好漂亮 這個有挑高 所以整個看起來都非常的舒適 聽完了 早上做這場胃鏡以上 簡單的這些檢查報告 就老化蠻多的 不然說出狀況 我覺得他其實也沒事 你會有感覺到這是一個退步 但是你也知道說好像 年紀到一個程度就是會這樣 我們其實還有一個胸部的檢查 這個檢查呢 一個人大概1小時左右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等待 一樣就是希望一切健康通過這樣 對 他剛剛胃鏡的時候有4顆洗油 我一直覺得這種東西還是 好險就是做檢查的時候 可以去做調整 雖然醫生有說這是良性的 但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三年左右檢查一次 如果有什麼 異常的東西就把它跟除掉 其實很好的啦 好啦 那我們就等等去做那個檢查吧 嗯 好的 我們到家了 最後還有去看了 胸部超硬波的 醫生講解報告這樣 我這邊呢是完全沒有什麼問題 定期檢查就好了 你那邊是 還是有一些良性的 那是脂肪瘤嗎 我也搞不清楚欸 他就是說這都是良性的 但一樣定期大概一年做一次超音波 兩年可以做一次這種 2D或3D的拍照這樣子 總結來說在核心的健檢感覺怎麼樣 環境算是蠻舒服的 然後我覺得很多細節其實做得不錯 像比如說我覺得健檢衣其實 我覺得最痛苦就是衣服都很薄 對女生來說不是那麼友善 那我覺得至少核心這檢查衣服其實是都蠻厚的 我覺得就還不錯 類似這種小細節啦 上面不過那個凝膠都是溫的 換衣服的時候還會幫你開暖氣 就是類似這種小細節我覺得很好 然後整體環境其實是很乾淨 或有什麼奇怪的味道 我覺得很好 我的感受就是定期健檢 我還是覺得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自己從 我剛出社會的時候就開始做這種 蠻大型的健檢 就是我以前公司有配 然後一路看自己沒有什麼紅字 然後健健到 紅字蠻多 很多東西要留意追蹤 就是留意追蹤 留意追蹤 可以感受到身體在變化 至少你曾經有做了一些紀錄 可以讓你有辦法去被追蹤 而不是我們都好像自己身體出了什麼樣的事情 你都不知道 這樣我覺得可能會錯失很多 第一時間了解自己的時刻 整體的檢查也非常的專業 很仔細 我覺得 老了 這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有興趣也想說健檢的話 也可以去核心做諮詢喔 還有很多種套餐可以選擇 你們可以因應自己需求 就是套餐方案去選擇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說掰掰 我叫你說掰掰 掰掰 做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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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間 也是 這麼有的 但